兄弟,50块钱的人民币设计的再怎么好看,那也没有一百的招人喜欢 这年轻好好努力一把,不然怎么知道自己是个人物还是个废物呢 最怕自己一生碌碌无为,还安慰自己,平凡可贵啊 哈喽大家好,我还是那个跑过江湖,卖过意,吞过铁球,炼过气,火车到上压过腿,厕所后边喝过水的小龙 前两天有个哥们再一次提起了土家阿杰 我想说,只要是关注三农领域的,多多少少都听说过他 今天我们就简单的聊一聊这位年轻的小伙子 阿杰,湖北恩世人,大家都知道土家小木吧 一个非常牛的三农短视频作者 是的,他作为土家三农领域的代表,是第一个在短视频领域吃螃蟹的人 所以啊,后来陆陆续续的出现了土家阿杰,什么老鸡,老鸭,老鹅,还有小凤等等等等一批三农作者 当然啊,他们都是兄弟姐妹啊 同时阿杰也抓住了机会,站在巨人的肩膀,迅速的在今日头条三农领域站了起来 做得非常不错,单条视频都是几十万的播放 天时地利,人和,再加上自己的努力,想不哄都难啊 首先我们看一下他在西国视频的数据 目前一共发布了559条视频,拥有粉丝27.4万 认证的是2020百大人气创作者,优质生活领域创作者 接下来大家再看一张截图 这条数据是我随机抽取了他10条视频 所有的帮帮帮带加在一起等于266万 然后我们拿266万除以10 大概就能得出他单条视频的平均播放量 大概在26万左右 熟悉的粉丝朋友应该都知道啊 阿杰的视频大部分都在10分钟左右 所以说他的作品在西国视频 一万次播放的价格不会很低啊 最起码也在40元左右啊 然后我们拿他单条视频26.6万的播放 乘以他万次播放单价的40元 大概就能得出他单条视频的收益 大概在1000元左右 下面就是更新数量啊 我大概的数了他近一年左右的作品 更新还算稳定 基本上每天更新一条 一个月大概更新30条左右 所以啊我们拿1064 乘以30就能得出他拍短视频一个月的税前收益 大概是31,000左右 然后再扣掉20%的税还能剩下25,000左右 最后我们再拿这个25,000乘以12个月 就能得出他在今日头条西国视频发布短视频一年的税后存收入 大概是30万多一点 兄弟们啊毕竟我们看不到后台的真实数据啊 所以说以上的所有数据只是推算 可能不准确估计也差不多 视频的最后啊我想说啊 现在的三农领域啊 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 比如说广西有代表 东北有 四川有 还有今天我们聊的湖北 所以说啊 阿杰能做到现在的成绩非常的不容易啊 值得鼓励学习啊 最后啊祝福阿杰的电商带货越来越好 短视频风生水起 一路高歌 生活上一帆风顺 万事如意 好的兄弟们我是小龙啊 下期视频如果想看哪一个网红大V的收入 请把他的名字打在视频的评论区 关注我一起学习 互相交流 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再见